华外财务长孟晚舟在上周与美国司法部达成了协议获释离开加拿大返回大陆 同一天北京释放了两名加拿大人 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拜登 这个月的9号通话时也谈到了此案 但由于司法独立 此事是司法部的决定 不影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28号在联邦参议会的军事委员会中作证时 为前总统川普任期致电给大陆解放军参谋长李作成辩护 米利表示曾经将此事告知川普政府高阶官员 包括了当时的国务卿蓬佩奥 而他也表示说会这么做是试图要访和跟北京的紧张关系 而并不是篡夺权力 川普任务卿认为中国中共 我认为我确认为 川普任务卿尔检农协议 尔检军 我认为 早上联邦 成功的 复权力 我认为 试图要认为 中国人 我的工作在那时 我认为 解消失 我的目标又是 持续 而明利耶首度在国会 针对了美国从阿富汗混乱撤军 一室作证 他可以形容说 这场长达20年的战争 是个战略失败的行动 他认为美国应该在阿富汗 维持数千部队 以防止塔利班接管阿富汗 种族歧视的问题跟警察暴力执法 向来是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 而当地时间27号 德拉瓦州威明顿市 有一名白人警察 在超商殴打非裔男子的画面 也曝光引起了批评 证明非裔男子准备要离开超商时 被白人警察拦查 并且要求男子转过身 准备将他逮捕 然而在非裔男子 没有任何反抗的情况之下 警察突然按住他的头部 向墙壁猛撞 之后将他压在地上继续地殴打 这个画面曝光之后 随即引起了民众强烈的谴责 当地的有证人种协会成员 呼吁警方将证明白人警察解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